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家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葱油长豆 接下来把带壳的长豆剥去外壳 接下来准备辅料把小葱切末干辣椒切断 现在总量辅料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再把长豆放入热水锅中 再放入虾叶桂皮八角加一勺盐 盐要稍微多一点这样容易入味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烧五分钟把长豆烧熟 再关火焖五分钟视长豆入味 现在时间到 把长豆剩出放在盘中 散上葱花和干辣椒点缀 好这样一盘做法简单 又香又落味的葱油长豆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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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